金山商圈发展协会在本周六九号下午 在信仰中心金包里慈护工 举办一场首座地瓜园加年华活动 不只是有亲子DIY地瓜园 还有一元抽福袋的趣味游戏 最大涨有价值超过万元的一年份冰烤地瓜 还有金山最著名的温泉泡汤住宿券 年终回馈大放送 要吸引游客冬天来金山逛商圈泡汤小旅行 金山商圈发展协会本周六 也就是明天将要举办一场首座地瓜园加年华活动 要在周末下午为来到金山游玩的亲子 创造首座的欢乐时光 不仅如此还有一元抽福袋的活动 奖项由金山商圈的商品兑换券 最大奖还有价值超过万元的 隐藏版品种的冰烤地瓜一年份 只要一元就可能中大奖相当吸引人 我们冰地瓜的话呢 现在流行吃冰的是冰的它的热量是热的一半 所以就很流行吃这个保持身材又很健康 那回到家的话直接放在冷冻 要吃的时候快冰很方便 就可以当早餐啊 宵夜青食类都还不错 我们目前的话呢 就是有这五种 那我们有传统的黄色红色 那有比如说荔香地瓜是里面甜度比较低的 那最近就是很流行吃紫心地瓜 因为紫心地瓜它有丰富的花青素 预防心血管及定用养颜美容 那我们现在我们赠送的话是我们的隐藏版是没有出现在我们菜单上面的品种 是金石地瓜 在地商圈发展协会 为了要在年中回会选择到金山游玩的朋友 特别办理大小朋友都超爱的地瓜园DIY 使用在地的甘薯搭配一元抽福袋的奖项 全都来自商圈的会员 其中更不乏金山的名店伴手礼 冰烤地瓜一年份 家庭号的地瓜饼 草娃粿 棉棉冰 花生糖 还有酸梅汤 要让大家玩游戏就有机会品尝到商圈最在地的好滋味 主要就是以手作DIY地瓜园的活动 然后我们现场还有那个一元的福袋 最大奖是那个顶率温泉的住宿券 还有一个免费365天的那个冰烤地瓜 因为这个活动我觉得 因为要推广金山的东西的话 要让他们亲自有他们亲自DIY手作的那种感觉 然后让这个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氛围带出去 这样子就可以推动商圈跟老街的那个商机 而入洞金山地瓜产季进入尾声 不过还有金山温泉来接力 金山商圈在一元福袋中 还放入了两张温泉泡汤住宿券的超纸豪力 行销在地商圈特色之余也一并推广金山温泉 更要号召民众把握周六首作 地瓜园加年华会的机会 赶紧来金山体验商圈 好吃好逛 温泉暖身暖心的假日时光 只要平寒金山采访报道